安安大家 哇看到陽光灑在我臉上就知道好天氣 這次來濟州 我們住一般的旅館之外 我們有選擇第一次挑戰 住AMBMB 那我們這一次住的就是這一棟 哇 太棒 有沒有看到外觀 得力咬威 這樣我帶你去看看 我們這一次住的 裡面內部裝潢 首先第一道大門 韓劇裡面最常出現的電子鎖 再來之後是一個拉門 打開 咦 通往二樓的樓梯 待會再看 先來看一下我的左邊 是一個寬敞 明亮 舒適的 客廳環境 最酷的是 它上頭投影機 登登 打在這邊 當你把這個拉下來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巨型投影幕 大概有100寸吧 我猜啦 100寸 整個落地窗都是你的電視槍 辣椒加民宿啊 哇 哇 我們可以在韓國看Netflix了 可以看電影了 耶 太棒 太棒 而且螢幕這麼大 對 螢幕這麼大 拉拉拉拉 哇 它可以遠眺海邊耶 遠眺海邊耶 有沒有 這個就是海 海邊 這裡有一座島 然後你呢 就可以坐在我們庭院這邊 喝茶 喝咖啡 然後或者是晚上的時候 在這邊BBQ 一整個庭院讓你使用 你就坐在這邊 早上超舒服的 再來一樓還有一個房間 主臥 主臥就是一個大床 然後大床的走出來的鞋對面 就是 衛浴設備 也是很簡單 然後 嗯 盥洗用品 它把你背好 也會把你背有大毛巾 比較神奇的是 廁所隔壁有一個小個樓 這是一個 空間不浪費 設置兒童遊戲區的地方 當你小朋友進來之後 他就會變成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就在這邊長大的 OK 然後再往裡面走 這邊就是廚房 兩位孔流咖啡一號店的成員們 有沒有 咖啡副一號 哈哈哈哈哈哈 簡單的爐具 流理台 冰箱 有 然後 微波爐 小一個烤箱 快煮爐 烤吐司機 烤吐司機 這樣 然後我覺得最棒的是 洗衣機烘衣機都有 然後 帶大家去看一下二樓 二樓 它是一個木質地板 在二樓空間不大 樓梯的部分就是大概一個人的 聲量 在它行李拖了上來 它二樓也是一間房 一樣簡單 雙人床 然後 視野很好 這邊是看鄰居 這邊是看 這邊是看 這邊看菜園 這邊看菜園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附一個簡單的 鮭魚設備 但是最別有洞天的是這一棟 這一間啦 這一間 你看再來講 它應該是一個 對沒錯 你看再來講 它就是一個 陽台 對 頂樓陽台這樣子 可是就突然多了 這一棟 這個建築 方形的建築 來看這一間神情的地方 還有一扇門 打開 又是另外一個 空間 然後一樣簡單的 衛浴 但這個是有兩張單人床 更酷的是這邊還有流理台 所以我猜啦 因為它外面這個 有沒有 這個樓梯 它是可以從一樓 直接衝上來的 所以我猜 這個就是跟我剛剛 介紹的 主洞 它是分開的 好朋友兩個人來 或是情侶來 夫妻來 他們直接中間裡面 都兩個人不打擾 都打擾下面 對對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 主家品行人這樣子 可是我們是包洞 我跟你講 包洞超便宜 包洞 一給一碗 一千五嗎 一碗一千五左右 三個房間 而且還有三套衛浴 所以我覺得這邊 什麼都好 只有兩大缺點 第一個我覺得 衛浴沒有三十分 第二個 豬食味 晚上會有阿嬤的豬食味 阿嬤家的豬食味 我想說為什麼阿嬤的豬食味 是阿嬤家 阿嬤家的豬食味 非常的濃郁 當年大概 大概三公里吧 我們昨天去開車五分鐘到7 還是桌食味 欸對對 這邊因為是在荒郊野外 對 然後也還沒有路燈 晚上都沒有路燈 所以晚上你也別想出去 所以你有車 所以你要先買好東西 背頭 然後來家裡 然後享受 對開趴的概念 不然你要再開車出去 最後五分鐘 五分鐘才有大概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在便宜上面 那今天到底在哪裡 我怎麼知道 最近叫什麼 風 我忘記了 這邊 我忘記了 那你們就永遠自己去 哈哈哈哈 AMBNB自己去查 對啦 我沒有要負責任告訴你們 這家是怎麼樣 是什麼店名 沒有喔 你好 早安 這是我們的AMBNB早餐 嗨 這裡是我們今天做的睡覺 手做針腳 請準備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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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